先把面粉炒一下 再加水煮成糊状 往里面放一些蜜菊 酱油和鸡丝 今天的面粉炒得有一些 胶着的状态 所以煮出来的糊状 有一些咖啡色偏黑的状态 这个鸡丝是之前已经放了味道的 主要是咸味的乳鸡 煮好了面糊汤汁之后 再把这些汤汁 浇到煮好的意面上 搅拌一下 就可以吃了 今天蜜菊的量放的很多 放了有小半瓶 可能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这样多的蜜菊 所以面糊汤的总体感觉是偏甜的 里面的鸡丝鸡肉是点睛之笔 就是在一片茫茫的 甜蜜甜蜜的汤汁当中 然后零星点缀着一些 咸味很浓的卤鸡丝 它们就像闪耀的珠宝 在黑夜里放着光芒一样 当你吃到的一片甜甜的口味当中 零星的点出那么一点 你就会觉得 真的是搭配的好好 因为有这些卤鸡肉 卤鸡丝 你就不会觉得 这整个面条是很腻的 就是你可以吃得到甜的 然后偶尔伴随着这些咸味的口感 感觉还是很奇妙的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好吃了 这些鸡肉真的是点睛之笔 今天的这个面糊酱汁 想把它叫做黑酱 其实取名字 对林来说可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专业的厨师可能想着 我今天要做一个馒头 然后他做出来的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馒头 但是林不一样 林可能 比如说今天脑袋里面想的是要做一个馒头 但是做出来完全不是馒头的样子 就像上次想做馒头 然后结果做出来的东西就像碗糕一样 所以林是根据做出来的效果 最后的成品来给这个菜品取名字的 而不是刚开始就想好他应该叫什么名字 因为林不确定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也算是做菜的一个神奇的地方吧 反正对林来说 每一次下厨都好像是一种新的探索 你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 所以还都是会有那么一些新鲜感的 不管是味道也好 做出来最后的状态 他们的形状样子 呈现的是稀稀的状态 还是浓稠的状态 都是不太可预知的对林来说 所以就把每一次探索 当成是一次奇妙的旅程吧 中国还要过来 很酷 我也不知道 穆 不花 字幕 李宗盛